字幕字幕 李宗盛 記得三目滿的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 NASCAR 今次就會和大家看這個 納斯卡鐵路樂性加分部 第二季第17集的第二部分 車站講解和行車片段 我們上回就提到 第二季第17集的第一部分 就是牽涉了頭那三個部分 即第17集的頭那三個部分 就是講這個 橫水線由深湖州站北行 經過追鳥州這個新站 去到滴水州站 第二部分就是講這個 千壽線和Bravo線 去這個 22大陸的刊山站 和第三部分 就是Bravo線和Fox線之間的行車轉乘 還有新華線和東環線 由加伯優和麗湖中間的行車轉乘 那我們接下來第二部分 就講到其餘的發展 也是一個比較核心的發展 對於這一集來說 因為這一集的主賽是Delta線 由大都匯總站繼續向東南行 去四個新站 沒有我記錯了四個 四個新站 就是由大都匯總站開始 就會經三個站 去釘灣檢查站 一個新的檢查站 中間是會經過平南站 德斯奇站和加伯優站 當然德斯奇站也是一個新興的車站 當然這些所有新興的站 都會有它自己的特色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在大都匯總站的第三期 即是速管鐵路四條線的位置 我們現在就開始踏Delta線 終於可以繼續去 31號月台 你有大派用場 可以繼續去 我們首先就會去平南站 所以平南站也是確建了 但也不是說確建了很多 因為它本身都留了位 現在就踏車啦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Delta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釘灣 Welcome to the Delta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Nelbyte 本班為Delta線列車 下一站是平南 This is the Delta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Flask South OK 其實呢 Delta線呢 東南的延伸 老實跟大家說 其實我之前就沒有講過 現在講完給你們知道 因為都延伸了 大概在Delta線上耶拉那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想一個可行性呢 就是 將Delta線繼續東延 其實那時候那個 對象呢 就是平南站 因為平南站呢 如果大家記得那個位 它是一個L字形的轉成 不過是反L 就是那個形狀 不要亂想 那它在新華線月台下面有一個大堂 其實它大堂的下面呢 我是留了位的 其實如果你們記得 新華線的大堂呢 有一個位其實是非常之空的 不過沒有人看啦 因為基本上都不會人去那裡 都看不到那裡 那個位其實都會留了一點點空間 是會給Delta線做轉成的 就是會有一些新的樓梯和升降機這樣 當然啦 平南站的一大特色就是 它是側式月台 新華線也好 發平線也好 它都是一個側式的月台 當然在這裡 Delta線也不例外 如果你剛剛有看到那個指示呢 資訊版呢 你是看到那個開門方向呢 亦都是顯示了會開左邊的 是啦 這樣 那我們現在的走線呢 是會經過這個 東環線的港藝 就是南北那個位 現在就在都向提貨櫃碼頭的 的正下方 那就正間會在大概零俠那個位呢 就會 應該說是零俠和向良灣中間那個位呢 就會 過去 去直接過去平南的啦 大概那個位 OK 那 所以其實這一段路都不短的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呢 大都會總站 踏Delta線去耶拉站呢 其實都去到八公里那麼遠 其實 由大都會總站另一邊 都是踏Delta線 去平南這個位呢 如果剛剛有看到 其實都有八公里的 所以大家都是那麼遠 不過 這裡的灣路沒有那麼多 就是這裡相對來說是會 沒有那麼 就是沒有那麼迂迴曲折啊 這些東西是 是啦 我們剛剛轉了灣 應該都離開了 這個貨櫃碼頭 應該都會在兩秒內呢 就離開了那個 香良灣車廠的 是啦 跟著就 會過 新華線的天橋平牌 不過是一個在地底 OK 你看到現在有石磚在這裡 就是代表現在我們在湖底了 就是這些水底的地方 當然啦 在湖 在河床 或者海床 就是一些水底的下面挖垂島 就是當然這個東西的設計是 對啦 那就應該這個湖都不小的 都要過大概一公里鬆一點 才會 才會過到去對岸的 不過過了對岸之後呢 就會跟新華線平牌的啦 新華線就在天橋 Delta線就會在隧道這個位 那現在大家看到啦 所以基本上整條Delta線呢 是全隧景來的 又是 跟群島線差不多 不過群島線就強一點 就是說 我說它的強法是 就是 它連高架橋都變隧道 就是都是用隧道那個方式 密封了這樣 但是這裡就真的是全地底來的 那就是不同的 有一點點不同 OK 剛剛過了那個湖底 那就 新華線就應該在我們正常方的 那就是 換言之 現在距離平南站呢 應該很快就到的了 就是代表現在如果我收聲的話呢 我想大概十幾二十秒呢 都差不多了 對了 那就試一下吧 這樣 不過都 對了 沒什麼都無謂呢 差不多到 對了 如果大家看到的話 都還是陰謀謹 啊 就是代表說我要多吹一陣水 欸 不是喔 前面開始變速了 就是代表差不多到達了 即將到達平南站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乘客可以在這個站 下車轉成新華線 或發平線 Aproaching Flask South Station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Passengers can disembark here for the new Edward Line or Flask Line 那當然啦 就是平南站沒有那麼低的那個位 就算是月台 請小心別車入月台間之空規 所以這裡要上車 到達 對了 一如我所說 就是一個側式月台 當然對面也是啦 OK 側式月台 拿回來 三門 其實某程度上 擴建車站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來的 不是說 就這樣在一個 在一個站那裡 僭建些什麼 就是不理 僭建上面也好 僭建下面也好 不過有些人 就上面下面也僭建的 不過 這個不多提啦 就是 為什麼呢 就是你要選一個 合式的位去僭建 然後呢 你僭建那個樣子 還要建完之後呢 就不覺得你僭建過的 這個才是重點 那怎樣呢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平南啊 平東南西北 這些站呢 其實它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就是一個 一個顏色 一個黑色 一個長方形的 方格 在這裡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位 如果你們記得 就是 平南站 就是地面那個位呢 或者是 一幅牆呢 就是這樣的設計 那 就算是地底 我都要模仿 同樣的設計 所以才會給大家 感覺 喂 就是好像平南 都是這樣的啦 不像郭文哥 那就是因為 它就要配合 這些東西嘛 這裡就上回 就是 新華線 那個大堂 因為 Delta線的月台 和新華線的月台 都是平衡的 所以就這樣說 一定啦 都是加回指示板 看清楚的月台號碼 因為Delta線的顏色 和 新華線的顏色 其實都幾相近的 大家要看清楚 不是看清楚這隻顏色 是看清楚 號碼 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去釘灣的話 我們記得是 去六號月台 去六號月台那裡搭的 當然啦 除了這個 新華線之外 還有發平線的嘛 發平線其實都是有直接的通道 去轉成這個 Delta線的 現在和大家看一下先啦 好啦 那當然啦 車站公園就免了 這次 直接去 走過去 發平線月台 差不多到了 對啦 它都有L字形轉成 所以起完之後都是L字形 其實兩邊都可以去到 Delta線的兩個方向 那 加設走這邊 如果大家想搭去 不是這個 這塊牌子 對 去釘灣的話就是這裡轉 就是這裡走下去 不過待會也會走下去 那另一邊就是五號月台 就是去 紫恩的 就是Delta線的另一邊 那這個位置比較麻煩 因為這裡已經是過了發平線的月台 所以我要在這裡進行擴建 那當然啦 另一邊的樓梯就是這個位 對啦 現在我紙巾的這個位後面那裡 就是啦 那這邊呢 就是過了這集機 才會去到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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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會落到來五號月台這個位 不用理他 就是有些財質的問題 會自己搞定 是呀 OK 那這裡也可以直接回到尖沙灣 就是一號月台發平線那個位 跟著又上回樓梯這個位 OK 跟著現在 就是發平線 確見那部份 其實大致上都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都不簡單 因為都要做到這樣的樣子 其實 就是都需要少少技巧 但是不要緊 其實都起了了 對 都過了去 那大家可以 享受一下這個三線轉車站 是呀 那不是都不錯的 對 跟著 Delta線 就會繼續 東南延的 就會去 德斯奇站 那德斯奇站 當然 這裡也有很多東西要解釋 因為這個名字 也不是無緣無故改回來的 就是 也是有些資料在這裡 才會 改的 動車 列車即將開出 這個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Delta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 我是定灣 Welcome to the Delta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Neobite 本班為Delta線列車 下一站是德斯奇 This is the Delta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Dusty OK 那就沒那麼久了 不會說好像那麼恐怖到 由大都會總站去到平南站那麼遠 這裡 加速先啦 當然 不忘加速啦 OK 加速完成 好 跟著就不會過去 例什麼例物的 例遲 我記得大家不要遲到 有時候我約人 有時候差點遲 尷尬就不太好 我這樣說 對啦 那就 這個位置 雖然看到對方的路軌 不過這個是特地設計的 就是給你看到對面 不過應該轉了彎 你應該看不到的了 就是這些都是 我個人喜好 對啦 多多見諒啦 對啦 跟著就會向南行 就會去到 首時區的中間點 應該都算是中間的了 就是根據 新的分區分佈 就 已經將 跟洛杉加那22區 就全部訂了 就是有那個表了 這個大家 就是 我遲些再跟大家講 這件事 就是或者有機會再講 對啦 跟著就 為什麼剛才是德斯奇站 但是德斯奇現在是一個單線站 那有什麼用呢 就是速管鐵路 又是Middle of nowhere 那裡加個站 這樣 其實就 有個原因在這裡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真的有很多東西解釋 但是現在還在走 就是正在走 正在走 就是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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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那些東西 就容易講很多 OK 那前面 就不是盡頭了 那我們就看到有一個彎 轉回那個彎 去回 繼續向東邊走 那轉回東邊走 應該都差不多到的了 我想 大家對差不多的定義 都有一段距離 其實現在還有兩公里 對了 又要我繼續亂說話了 那有什麼亂說呢 沒有什麼亂說 OK 對了 就在這裡講一講 就是德斯奇站那個 那個有名的由來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個叫什麼 Planes 英文叫Planes 中文叫飛機總動員 是一個歷史來的動畫來的 那不是幫他買廣告 就是因為他這樣來的 就是有一架飛機 原本是一架農業機 最後變成戰機 比賽機 最後變成消防機 就是一架飛機一個主角 是用了這個名字的 對了 好了 差不多到站了 這個就是名字的由來 即將到達德斯奇站 Approaching Dusty Station OK 那現在就等他到我站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即是這個站有什麼說 剛剛就講完一部分 就是這個站的名字 就是來自一個卡通人物的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OK 那先關門 對了 這個就是德斯奇站 其實你看到德斯奇站 它的用色是有點怪怪的 OK 看來下面又有人飆車 飆完了沒有 你救我的車快 哼 我不管 它應該快一點 小心炒車 喏 德斯奇站 為什麼說用色那部分 會是有點搞笑 就是不計這個Delta線的色調 因為你現在一定要 因為這個各個站都要 各個月台都要有 就是因為這個算是 是基於這個卡通人物 即是一架飛機來的 那我就是用它那架飛機的色調 去做這個站的顏色的 即是包括了這些石櫻 橙色的混凝土 以及鑽石磚 記住 我再三講 這些鑽石磚 只是基於材質的考慮才用它 就不是真的有鑽石那麼貴 有很多人就不小心 把這個概念套用進去 所以就搞到說 好大洗啊大白象啊 這件事 絕對其實是沒有這回事 因為這些都是我的國人夢想 在minecraft這裡呈現出來 都是想用這些材質玩一下 對了 OK 那這個就是月台 那我們上去看看大堂 那個大堂的更恐怖 哈哈哈哈 其實都是因為無縫的寄訊者 不過這裡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車站不寄訊者 對了 四個月台 等等 我不是說單線站的嗎 四個月台 但我們下面那裡 只有兩個月台 究竟發生什麼事 這個就是德斯奇站我想說的一部分 就是其實在下一集 即是第二季第十八集 也都會關這一個暫時的 為什麼呢 因為說少少在這裡 因為都差不多會出現的了 就是第二季第十八集 是會發展 樂勝家分部的十八號線 叫做深淵線 英文叫做Abyss Line Abyss Line就會由深河去炸士丁在江角 中間就會經過德斯奇站 那你明白為什麼德斯奇站在這裡會停 就是因為它會跟深淵線做轉成 現在你見不見到深淵線的月台 眨眼看現在這個只是大日堂 是德斯奇站大日堂 是看不到的 其實是沒有深淵線大日堂 其實是在一起的 那深淵線其實實際上在哪裡呢 大家見不見到這條運河 其實在運河上面這個位置 就是深淵線的月台 不如我在這個片段裡面 只在這個片段裡面 私人繩 給大家看一看這個位置 其實本身都已經 起定了一個連接通道 不過就是 就是說我封了 所以大家第一眼就未必看到 接下來這個深淵線 這個就是深淵線的月台 也是用這個 加古Basic的雜門 當然有這些 開門鍵 關門鍵 熱台吊板其實準備好了 不過全白色 因為我不想有太多人 有太多的猜測 在這裡 因為任何真正有 真正起之前的所有東西 是有機會改的 包括車站啊 路線啊 顏色啊 顏色就基本上都不容易改的 但是車站的名字啊 走線啊 是真的很容易改的 即是在一集的 聚焰出現之前 所以真是 所以我就暫時這樣放 其實我不是唯一我這樣放 其實 港鐵都是這樣放 大家如果經過 由大衛站 去九龍塘站中間呢 你們要經過顯徑站 你們會看到顯徑站的 嗯 二號月台 啊不是 一號月台 黃屯門那一號月台呢 它的月台釣板呢 啡色啦 不用說啦 也都是全部都是白色的 什麼都沒有寫上去的 還未連貼紙的 對了 雖然我好奇啊 將來27個站的貼紙怎麼連 即是那些路線 OK 對了 將來有了站的時候呢 這樣 那個月台釣板就會有東西看的了 OK 現在就看回 就過來 現在開放了的部分 大致上是這樣 那邊就有 基本車站設施 一部分 另外一邊都有的 對了 這個站有沒有樂勝嘉咖啡 有啦 轉乘站很難沒有的 哈哈 對了 所以都說樂勝嘉咖啡 有廁所啦 這個真的很正常啦 這些就是公式來的 OK 那這個大概上就是 德斯奇站的 大致上這樣 還有一件事 就是德斯奇站未來 是真的會建一個機場出來的 那這個機場呢 就是會由納鐵去營運的 但是這個是公共事業來的 但是說納鐵去營運 那個將會是一個消防用途的機場 那也挺配合的故事 哈哈 對了 不要搭鎖車 這個是去營運的 我們現在是要繼續去釘彎那邊 所以就會搭去嘉伯優先的 對了 正說嘉伯優其實擴建了的 但是我就沒有跟大家看啦 因為這個是上一個片段的東西 當然會留在這個片段 才跟大家說啦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Delta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釘彎 Welcome to the Delta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Nelbyte 本班為Delta線列車 下一站是嘉伯優 This is the Delta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Kelper Mount 這段路其實都不太遠 只是兩公里鬆一點 所以就加一加速 之後就減速 沒辦法啦 因為嘉伯優 話畢是一個樂勝街的新發展區 也是衛星城市之一 所以 只得東環線去到那裡 其實都不是說很足夠 雖然他都可以直通 但是你也知道 他繞路繞到 更恐怖那些巴士 所以就 即是香港那些巴士 所以就 Delta線就順著個勢 平南德斯奇 博道諾加伯優 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 至少對於我來說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這樣想啦 應該 即是直線通過 也是速管鐵路 好差不多到辰 即將到達嘉伯優站 乘客可以在這個站 下車轉成東環線 Approaching Kuppermount Station Passenger's Kettysenbach Here for the East Ring Line 即是很快到 但是嘉伯優站 真的確建了不少 到站 請小心列車 越越台間之空隙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不過不是用classic幕門 這棟是basic 但是感覺上 如果你覺得的話 應該是Delta線這邊的嘉伯優 嘉伯優的嘉伯優站 是比東環線那邊 是像綠石優 不過顏色調轉了 不過大家都綠色了 不過算了 就是Delta線都是綠色 這樣 嘉伯優站的確建 中間也是非常困難 中間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戰 因為首先要找地方 對了 要找地方 首先要找一個比較闊的路面 就是找一個比較闊的路 然後在這條路下面 建一個新的月台 和新的大堂 現在我們上來東環線這邊 大家很熟悉 有ABCDE出口 接著我們下面 就建一個新的 還有App出口那邊 不要緊啦 App出口應該在第二處 對了 跟著 OK 對了 為什麼說 你前面看到這條路 嘉寶街另外一邊 那條街的名字 就叫做 看不到名字 可能要觀眾幫我回答 就是在留言上 對了 就是 這條街 這麼巧這條街夠闊 我就打算在下面 就多建一個 同樣是標準長度 但是204米都不短的 對呀 的大堂呢 去為加 去Delta線 為Delta線做準備 以及為了距離 在那裡 也都加大了這個 加白優站之後 大堂多了一個 那之後出口那裡 你都見到 出口的字 去到K 對了 F在另一邊 對了 去到K 也都加大了 就是 這個 加白優站的吞吐量 就是乘客的流量 那 就是 為這個 新的 市政發展 其實都有好處的 對了 那 在這個 主樓梯 或者叫做 比較闊的樓梯 就是十多米的樓梯 下面這裏 後面 就是 樂聖加咖啡 和 車站和水塞 也都是 原無意外 應該是第一個 第一個 樂聖加咖啡呢 它的 雞肉的 就是供應雞肉的供應商呢 我就改了 由這個 沙花炸雞 但是 可惜沒辦法 沙花炸雞的雞 真的很好吃的 還幫它買廣告 是真的很好吃的 大家不妨買過來吃 不過 不過這樣 根據我的醫生紀錄呢 我是 對沙花炸雞是敏感的 所以我是不能吃的 所以就沒辦法了 我要扔掉它了 雖然就是 哈哈 少少浪費 但是沒辦法 對了 好 接著就 加咖啡站 除了有多一套的 基本車站設施之外 也都會有商店 嗯 將來這裡有一間藥 將來這裡有一間飲品店 大家喜不喜歡飲食 其實我很喜歡 對 將來它這一個飲品的店 落成了之後 我真的第一個光顫 有沒有得做會員 我都不記得它那個店 可以做 對 對 接著這裡就有一排出口的指示板 A B C D E F G H J K 這樣寫了出來 大家都應該知道在哪裏 對 接著這個站的廁所 就放在Delta線的西邊 就是西邊大塘的出口那個位 在那個位 接著就 那邊就有三個出口 對了 那不去了那裏 OK 那加八丘站的確見 就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就會去一個 整個第十七集裡面 最大的車站 就是釘灣檢查站 就是都比較少可 一落成就有四條線給你搭的 對了 那哪四條線呢 Delta線一定是其中一條 另外那三條就是 新華線 跟著還有兩條新線 就是二十二號線 密瑞線 和新的速管鐵路 K Kilo線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Delta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釘灣 Welcome to the Delta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Nelbyte 本班為Delta線列車 下一站是釘灣 This is the Delta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Nelbyte 釘灣檢查站 有一個 即是和平南站 有一個共通點 其實他們兩個 都是L字形的轉型站 還要是同樣的形狀 即是都是 由東南邊 即都是東南邊 來做交界位的 但是我這次會配合釘灣的主題 那釘灣有什麼主題可以想到呢 那釘灣你會想到釘 金字步驟的釘字 就是釘 金釘 對 然後你會想到釘 然後就 你會想到什麼顏色 你會想到 生鏽鐵的顏色 因為一顆釘 有時候你會看到釘生鏽 有時候多數是在廁所那些 很噁心的那些 對 那些就是很生鏽的 那你就會看到 我就打算會用一些紅紅的 色 還有第一次用花光岩去起這個陣 待會你們都會看到的 對 那現在我們就在海底隧道 就是經過加伯優 和釘灣中間的海底隧道 都差不多出了 對 對 對 都出了隧道的話 代表我們都差不多到 對 中間就會有一個側線 亦都是給車掉頭 停下 就是你 那些比較熟悉跳路的人最熟 對 那現在減速 代表差不多到 即將到達釘灣檢查站 乘客可以在這個站下車 轉成新華線 密瑞線 或Kilo線 Approaching Nelbyte Checkpoint Passenger's Cadisenberg here for the new Edward Line Comet Silk Line or Kilo Line OK 廣播都說了 給我們知道 接下來我們可以一口氣轉三條線 你照下一條線 請小心別車越月台間之空規 當然 青灣檢查站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 話說叫平南的轉成方法 但其實它是兩倍 因為有兩組南北的月台 它有兩組南北的月台 還有兩組東西方向的月台 就是這裡 有分四層 中間還夾多層大堂 就是有五層 所以它那個位置會是45 55 即現在45 45 55 65 75 以及85 所以 還要是怎樣呢 這個五六號月台 因為月台的號碼 多數都會由這個 標準鐵路開始先 標準鐵路的號碼由小到大 然後就會輪到速管鐵路的號碼由小到大 當然是由A到Z 當然現在有A B C D F K 其他線會陸續上的 然後這裡就是五六號月台 所以 Kilo線位七八號 新華線位一二號 覓瑞線位三四號 這裡見到這個位置 有些斜的柱 承托的位置就是大堂 再高一點的位置 就是這條柱比較粗一點的 這條柱的位置就是上去這個 新華線的月台 也是全車站最高的月台 就是叫那個位置最高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裡那個位置應該有差不多四十米高 就是這個樓底 如果你這樣四十米高的話 根據住宅 根據住宅來計的話 應該也有十二三層這麼高 這裡上去是這麼高的 是不看得少的 我高度是 所以看上去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地方 那些建築物是可以給你做到 一口氣一個空間有四十米這麼高的 多數是一些很大型的建築物 可能會有 朗豪坊都差不多 朗豪坊差不多 你假設看過朗豪坊的天花板 當然是最大的那個位置 就是之前那個電梯發生意外的那個位置 那個中庭 看上去那麼高就是這樣 在這個位置 當然如果你說看上去這個 新華線月台再上去那個樓頂 更加不用說 那個更大 好了,除了太多水了 我們現在看看大堂 這裡就會有直接的樓梯上大堂 也都有升降機去連接不同的位置 那當然最多升降機就會是 東南面這個接駁位 所以就說這個是有一顆釘在這裡 還有特地把整個站的結構 都起得好像一顆釘那樣的 那就 那我們先出去吧 特地這個檢查站也是有一個公園 有一個公園仔在這裡 就用一個三角形 就是三角形做形狀 就有一個公園仔 那這裡就有月台兩邊 就是兩邊有月台 看上去一些建築物 就是有建築物感 這裡就叫釘灣檢查站 所以這個站牌也會寫釘灣檢查站這五個字的 422DK 不要想錯的 我亦都沒有放其他2CG進去的 是沒有營外之音的 純粹是422DK號線在這裡 這樣 當然大家看回 如果這裡有一個Directory 叫做 新華線和Delta線的話 那我就麻煩你 就應該是 等等 誰把我的指示板 應該改適合它 就是這個位置 實際上不應該這樣放的 新華線和密瑞線不是這樣放的 密瑞線和Delta線應該放那邊 真的 對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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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方角和釘灣 還有紫恩和釘灣 就是 大家都在釘灣 不過因為是這裡 所以應該要走回去 東西月台的大堂 另一邊 南北向那個 就是 3、4、7、8號 月台 等一下怎樣安排呢 因為 我們有幾條線 新的走線要搭 那接下來會怎樣呢 我會打算這樣安排 如果要搭小四條線呢 這邊就是南北的大堂的通道 就是這裡就沒有那麼多設施 因為這裡多數都是轉成比較多 好了 說回來 我們怎樣可以搭小四條線 而不重複呢 做到 做到 如果你們有讀過這個 就是奧拉西哥的話 這裡做到一個 首先我們剛剛 已經由Delta線 由大都會搭到這裡 所以不用再理會Delta線 還有新華線 密瑞線 還有Kilo線 要關注 那怎樣做呢 首先搭 新華線 派方角方向 去沙漏灣站 然後就轉成 東環線 搭一個暖身 去美瑞台 因為美瑞台 是確建了可以搭到密瑞線的 就會在那裡轉成密瑞線 回來釘灣 再轉成Kilo線 就去仿石園 再上到玄州湖 這樣就可以conclude 整個第四部份 還有第五部份 的內容 好 現在我們就上去 新華線月台 再上去 有個樓頂在這裡 我們就要搭一個站 去沙漏灣 可以轉成2號的內環方向 好 坐車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新華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 是派芳國 歡迎乘搭新華線 Welcome to the new Edwar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Python Delta 下一站 沙漏灣 乘客可以轉成東環線內環各站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our glass bay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inner ring of the east ring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那這裏就留給大家看一看風景啦 雖然這裏都沒什麼風 景是有的 風也沒什麼 minecraft的風不知哪裡來 那不過就是 新華線由派方國 由沙羅灣和釘灣這個位置都是用高架 因為兩邊本身都有高架位 所以就配合一條走線 那盡量不要讓你看到東環線的暖山站 都是盡量 這是沒什麼所謂 有隻技術機進來 打個招呼 好啦 那我們第一次看到東環線的月台 那代表我們真的很快到沙羅灣站 我們就可以用同月台轉成過去東環線那邊 就搭過去美瑞台站的 那那裏就 我沒記錯應該是前集 即是第15集 就跟大家搭過的 OK 現在下去下層 請小心列車月月台間之空隙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這個就不介紹了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東環線 本班為內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inner rain train 沙樓灣真的有很多沙樓在這裡 下一站 暖山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Warm Kern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規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好了 過了暖山站之後應該會有些新東西看到 因為除了未隧台站擴建之外 你們都應該會見到密瑞線的路軌的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東環線 本班為內環列車 Welcome to the East Ring Line This is the inner rain train 下一站 未隧台 乘客可以轉成密瑞線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Comet Terrace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Comet Silk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對 如果在右邊 你應該會見到一個路軌 有多條橋拍著我們走的 那個就是密瑞線的天橋 待會我們都會搭到 所以不用擔心 一定要搭 雖然都只有兩個站 但未來我跟你說 這條線不會很長 這條線如果完工時都不會很長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 但是密瑞線的工程就很大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OK 好了 密瑞台站有什麼好介紹呢 我都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因為其實在過一集都講過 但是我們 但是密瑞線來了這裡 我真的有整天撈亂 密瑞和美瑞台的時候 這名字是很接近的 對了 那 為什麼 就是說要介紹一下呢 因為當密瑞線來到美瑞台的時候 我想保持一件事 就是整個站的月台都是在 當那個位置的地形的地底 但是這個位80來的 大家看到這個位80 好似高門站那樣的 就是 好似在高架那個位 就是像暖山那些位 那樣的高架 但是原來整個月台都可以 是被埋在地底的 那樣的 那樣的 但是那個高度來的 又是 密瑞線我都想是這樣 但是難了 因為都不是說很多位 所以那個位會建低一些 地面那個位 但是都說是在地平線上的 對了 但是怎麼樣回來呢 這個大堂 只有一個 下面呢 都沒有位的了 老實說下面真的沒有位 你們剛才看到 密瑞線呢 就在我們現在看下去 北面的方向的 右手邊 就是東面 你們在小地圖那裡 都出賣了我 其實已經在右手邊 就是在 另外一邊已經 對面馬路 我已經建了一個新的 特別為了密瑞線 建了一個新的大堂 不過沒有那麼大 沒有這個那麼大 就是這個位仍然是主大堂 那邊就會是 就是附屬的大堂 就是密瑞線的大堂 就叫做起多個出口 其實都是地面馬路 你又可以當過馬路的 對了 那這裡就會過一個 戶外的轉乘通道 雖然戶外 但是都不會凹雨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然後這裡有一個 疑似公園的 天台 這樣 這樣就會過到密瑞線 但是密瑞線那個位 其實都不是說特別 高的 就是 它那個位 這裡90 這個Y軸的90 下面 就是我不想搏太多樓梯下去 所以我就特地在這個大堂 就不會弄任何樓梯去 密瑞線的月台 的轉乘部分 就是轉乘大堂那個位 就是叫做轉乘大堂 就取而代之就會起了四部星廣機 對了 這裡下去 就會去到 當然會寫回B出口 和A出口 在那邊 就是去裡面 密瑞線的月台 就在這裡下面 只在這裡正下面 當然不會漏水 起得這些都不會漏的 漏水的話我真的不會起 對了 這個位置就算是一個轉乘的位置 這樣 當然會用回整個美瑞台站的風格 但是這樣 美瑞台站本身 都是只有兩部 忘記了是不是兩部 只有四部星降機 還有都是只有六條樓梯 但是擴建了之後 加多了整倍 就是加多了整倍星降機 還有樓梯的數量 好像更多些 是的 就是一點幾倍 這樣的 所以這個工程真的不小 還有多了個大堂 多了個天台 多了個連接通道 還有多了這個轉乘大堂 還有一大堆的連接通道 真的不小 因為還有多個月台 基本上是多了一個站 我如果夠膽講 是 這裡下面這個位置的通道 可以上去內環和外環的 東環線月台 這樣 對了 這個位 所以我看到 美瑞台站 會多了 會多了幾條通道 會下去 這個位 當然啦 內環都是這樣去 好了 那現在你就看一下 密瑞線的月台 是怎樣的 OK 那就下去了 那就用倒式月台 就不用側式了 對了 那三個月台 因為由釘灣 駛過來 就埋站 就不去其他地方 所以就在這裡停 就在這裡停一停 那四號月台 就會往釘灣那邊 就是這樣 對了 雖然是 用了倒式 但是還是盡量保留 整個 美瑞台站的 東環線圓環系列的設計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還記得這個 term 的話 對了 那我們現在就 搭車 返回地方 就轉 Kilo線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達密瑞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釘灣 Welcome to the Comet Silk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Neobite 下一站 定彎 乘客可以轉成新華線 Delta線 或Kilo線 Next station Neobite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New Edward Line Delta Line And Kilo Line 有沒有留意到這個位置 我們慢慢回合 我們不一次過轉彎回合 我們慢慢回合 是的 大概這裡都用了幾百米 都差不多成公里去回合 那沒有公里的 就是 用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和距離去做回合 但是這個位其實都不是第一次出現的 第一次出現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就是在大城線 由南灣去三堤 接近去到三堤的位置 就是這個樣子的了 大家都可以看回我當時的片段 就是一邊去上石崗 另一邊去三堤的那個 那個片段 或者在上騰車片段 那裡都有 是的 我們現在就離開了東環線的視線 那我們就繼續去自己的方向 就會去回釘灣檢查站那個位置 不過都不會說太多介紹了 因為剛才釘灣檢查站 都是比較多對稱的東西 有時候有時候玩一下 對稱 打斜對稱 或者是旋轉對稱 之類的東西 是的 那差不多到釘灣檢查站了 接著我們就會下去地底搭Kilo線 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氣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閃門 其實我們有幾個方法可以去到Kilo線的月台 如果你說最直接的話我們就去北面 北面有部升降機可以連接到同一個方向的月台的對面 即是高低對面 即是如果是新華線那邊可以直接搭去Delta線 即是搭那個升降機的Delta線 如果是走東南面那顆大釘的話 即是我叫它做大釘啦 其實是幾部升降機 的話呢 這裡所有流程都去到的 即是這裡如果向上呢 就會去新華線 向下呢 就會是密瑞 再向下Kilo 即是現在七八號月台那個位 再向下就會是Delta線 剛剛搭了 不用再搭 現在我們就去到Delta線 不是不是Delta線 是Kilo線 記住啊 Del是一個牌子 不過不是賣廣告 現在我們在Kilo線 就搭七號月台 七八就是Kilo線月台 那一邊就去袁洲湖 另一邊回釘灣 釘灣那裡不用寫了 那這裡就去袁洲湖 我們首先會去仿石原站 不過大家又要捱碎到境啦 真是不好意思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Kilo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袁洲湖 歡迎乘搭Kilo線 Welcome to the Kilo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Pai Lake 本班為Kilo線列車 下一站是仿石原 This is the Kilo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Spainstone Plain OK 現在又回到隧道 其實現在也是跟蜜瑞線平排 不過一個在上面一個在下面 哈哈 又加速 這段時間我就靜一靜 差不多到站的時候 我再出聲 OK 現在我們在尾隧 到台站的下面 我想都差不多過了 即將到達仿石原站 乘客可以在這個站下車 轉成東環線 Approaching Spainstone Plain Station Passenger's Katisenbach Here for the East Rain Line 請小心月台空隙 Please mind the gap 哈 又是一個島式月台 是不是感覺上 又是一些東環線風格的設計 其實都是這樣 專門的 對了 但是仿石原站我確實 就相當很複雜 都是多個月台的意思 那待會上到大堂 大堂就大家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也在第15集的片段 都跟大家解釋了 對了 這邊往元周湖 那邊就去釘灣 所以叫做有個中途站 就叫三個站 有些東西搭一下 那上回大堂會 咦? 是魔術後面呢 東環線大堂 其實不是 我可以說這個是Kilo線大堂 東環線建了仿石原站的時候 月台就在地面 大堂就在地底 我之前說過是 仿石原站的大堂 是會用地底車站 就是第三類車站的風格去建 目的是因為Kilo線 如果大家之前看那些片段 你會看到那時候的仿石原站的大堂 那時候是有一些比較奇怪的石台 和一些比較沒什麼意思的一些標記 那其實那些什麼呢 你們現在看到 就是Kilo線的接駁位 三條樓梯 一部升降機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就是仿石原站 一早就告訴大家 未來是會有一個新線延伸 就是會經過這裏 就是Kilo線 不單止一個站 現在是有三個站 這樣做 但是東環線那裏當然是沒有什麼變動 因為都是直接 都要經過大堂才來到這裏 所以是沒有特別 那邊就沒有特別的轉乘通道 我們就 這裏都是用回經典 就是classic的月台幕門 然後我們就會去元州湖站 元州湖站是第16站 樂成的車站 那時候是球場線和Bravo線的站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Kilo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元州湖 Welcome to the Kilo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Pai Lake 本班為Kilo線列車 下一站是元州湖 This is the Kilo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Pai Lake 其實這個廣播一早在上一集已經錄了 不過有些人我相信都知道了 有時會打開 打開了個 壓縮檔去看一看 不要緊的 即是你裡面看到元州湖那陣 咦?為什麼會有五號月台和六號月台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Kilo線的東西了 那就是為了這一刻而存在的 現在當然了 終於真的存在了 因為在上一集都跟大家介紹了 元州湖站的一開頭起的部分 已經包括Kilo線了 即是大家其實都會見到 月台釣板已經有了Kilo線的月台釣板 有了顏色告訴你 那時候不介意告訴你 那現在就駁過去就真的很方便 因為仿石原站 釘灣檢查站起好了 接著仿石原站一確見了 釘灣檢查站可以的Kilo線 就可以駁過去仿石原站 接著就可以駁過去元州湖站 因為那時候的月台一早起好了 所以就是這麼方便了 OK 那現在就會經過元州湖的一些湖底部 然後就會到 差不多了 即將到達元州湖站 乘客可以在這個站下車 轉乘球場線畫Bravo線 然後就這樣 進入Pai Lake 站 車行車的高速 全部收拾 哈哈是我的 對了這裏 這裏不用特別多介紹 因為上一集都跟大家講了 如果大家想看回這集的介紹 就去回第二季第十六集的行車片段和車站講解 不過我就講得非常快 所以大家都要聽清楚 這個位置就上回來了 好了 不好意思 由大都會總站的Delta線延伸到釘灣檢查站和米瑞線和Kilo線 還有仿石原站還有美瑞台站的確見就是這一集的 第二季第十七集的第四部份和第五部份 在我們看第六部份之前 我們回到第三部份去看一下Bravo線 因為轉成Kilo線 其實小小因為 因為華沙那個站 以前是Echo線那時候 江國和華沙那兩個站 就拿來試 拿來試那個共用路軌 共用路軌的 現在其實都算OK啦 還有未來都是講過 第二季第十八集 是會發展深淵線去到江國 那華沙的作用就會很小 即是隔一個站 就停一停就會比較久 所需的時間會被 即是整個行車時間比較久 會比較影響行車體驗 所以我決定 在這一集 Bravo線 或者叫前Echo線 的華沙站就取消了 就不是會不刷月台的 但是就會不停那個站 好像寧安那樣 現在我們就搭一次 做一次示範吧 一邊示範都足夠的 現在跟著這裡就直接去江國 就五公里的 但是就 不是隧道景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車門即將關上 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Bravo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漢山 Welcome to the Bravo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Zerda Hill 本班為Bravo線列車 下一站是江國 This is the Bravo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Con Conor 是啦 其實上一集 都沒有跟大家搭Bravo線 不過不要緊 在這裡當補分一半給你們 是啦 然後就會過寧安站 然後就 華沙站都不會停的了 就會直接去江國 到關心 到處 到處 部份 那是 你從來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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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在處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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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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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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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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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 感谢观看